那當然呢 這車還是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例如說我們來到車尾的部分來看看 基本上它是一個 韓系對開式冰箱的概念 可是它的對開是有點像六四那種對開 對 它有一個六四對開的小門 你有沒有發覺 它是左右對開的方式 這個我喜歡 這個車門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卡榫 就是固定那個車門 對 這個車門基本上它就不會動了 它是維持一個安全的設計 怪瑜再來最後你看到 整個行李箱式的空間 你發覺它是有第三盤座椅的設計 是 有 而第三排座椅的收納方式 你有沒有覺得很特別 對 很特別耶 我現在一個把它座椅打開來 讓你可以乘坐第三人對不對 另外一個座椅是什麼 是這個 綁在另外一側 它是屬於側面的上線式座椅 其實又是一個 滿滿的復古 all school的情懷 Toyota Alpha也是用這樣收啊 對 很多車現在都改採 這樣子的一個收納設計 關於再來另外你看到一個地方 假設第三排座椅這個人要下車怎麼辦 他要從前面下 其實他也可以從後面下 為什麼 真的嗎 因為我們這個對開門的左邊那個小門 你會發覺 其實它有一個開門的開關 也就是說如果我在第三排 我想要下車 我可以從這個地方爬出來 自己打開這個第三排的這個尾門 讓這個車子可以 我可以從第三排來去下車 這是一個滿特別的設計 那當然這個車型呢 目前呢 在台灣也就只有這麼101台 真的假的 也就只有這麼101台 哇 那可是已經有買主了我在講 我不曉得這個車子目前賣掉了沒有 當然這個車還有很多很多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往前看看 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雙油箱式的設計 因為我們知道在越野的狀況之中 或者是你在探索這個特別的這個場域的時候 如果譬如說在沙漠裡面 沒有油的怎麼辦 不然你猜這台車 基本上的油箱有幾公升 第一個大油箱就有90公升 哇 你看到沒有 我用第一個大油箱來形容它 表示它有什麼 有第二個油箱 這個在很多GCar上面的車主 為了去越野 為了去叢林探險 他們都會去做改裝 改裝成雙油箱式的設計 那這個車是原廠設計 就是雙油箱 原廠設計就是雙油箱 它第二個油箱有40公升 也就是說兩個油箱加起來 足足有130公升的一個容納量 那當然在你這個去探險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很特別 來 怪你 我讓你看一下 你會發覺這台車 你看看它的儀表 非常的簡陋老舊 來 你可以進去看一下 你看它左邊那個儀表 有 你有沒有看到它有兩個指針 嗯 下面一個是大油箱90公升 90公升下面上面油箱還有一個 小油箱的指針 40公升 很特別對不對 對 是 很特別 好 那當然 很有趣的一點 我們會說我們常拿來跟 把它跟GCar來去做比較 那GCar呢 基本上大家最著稱的就是所謂的 三把鎖 對不對 三把鎖叫做什麼 前叉數據鎖 後叉數據跟中叉 中叉的鎖對不對 那這台車觀眾朋友一定很好奇 想要問問看 有 它只有一把鎖 哈 後叉鎖 但是我剛剛講了 夠綽綽有餘 因為它的設計的大落差的這個 呃 使用面 使用的這個效能呢 基本上都讓你可以到達 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最主要的這車還是強調是什麼 強調是它穩定的品質以及耐用度 基本上就是你進得去的地方 保證你一定回得來 不會像擔心著開著歐系 或是美系的越野車呢 可能開進去的就開不出來啦 真的 像這種比較有個性化的越野車 剛才艾達有提到說 原廠直接就配給你兩個油箱 因為呢 不只是一般你可能要去越野的用途 更重要的是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如果沒有背兩個油箱 那時候我要為世界維持和平的時候呢 什麼地方可以加油呢 那為什麼聯合國的這個維和部隊 要使用這款車呢 剛剛艾達幫我們深入潛珠的介紹說 Petro這台車子是好人用車 拿證據出來就是在這裡 看圖更有印象 是不是全部滿滿的都是好人 這就是剛剛一直提到 聯合國維和部隊 那他們呢 當然使用的車量有非常多 因為聯合國部隊本來就是各個國家組成的嘛 但是他們最大宗的使用的非武裝型車輛呢 就是這台Nissan的Petro 那為什麼會是這台車呢 其實我們知道像聯合國維和部隊 他所處在的環境 也就是地球上比較嚴重的衝突區 通常位在哪裡 北非 中非 中亞 西亞 這些地方有什麼特色 沙漠多 哦 難怪 氣候非常的極端 也因為氣候極端 地形又非常嚴峻 所以才會造成混亂嘛 對不對 那所以他們要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執行任務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跟我們平常講什麼 舒適啊 油耗啊什麼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安全 那要怎麼樣確保他的安全呢 因為到處都可能有民兵 到處可能都有陷阱 甚至地雷 所以這台車 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能壞 嗯 無論如何你都要能開著走 趕快開走回到你安全的地方 回到你有保護的地方 是啊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你會發現 日系車 日系越野車 居然成為這樣的車的主力的原因 在此 因為日系車高妥善率 低故障率 然後再加上剛剛講 雖然舒適那些不是最重要啦 但是車內的空間夠大 對 然後實用性夠好 坐起來也還是夠舒服喔 你現在看你全副武裝戴著鋼盔 戴著步槍坐在裡面 沙漠一橫越 可能就是七個小時 十個小時 這個也很重要 難怪他選擇你上 所以選擇這個車的由來是在這裡 那說一個讓大家羨慕的好了 其實我開過這個車子 我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在內蒙的 中國伊斯拉沙漠 騰克利沙漠 那個時候其實是一個活動 輪胎的活動 他就叫你在沙漠裡面去橫越 然後那個沙漠很恐怖 那個高低落差是五層樓七層樓的高度 他就讓你開著Petro 然後裝著他的胎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 你就知道這個車子的越野性能 真的是不得了 他在大梁市 階梯型大梁市底盤的車裡面 他的越野能力 絕對不輸我們任何所知道的 像Lancursor 像G-Class 像Defender 他絕對都沒有在輸 但講到Lancursor 這也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其實現在Lancursor賣的很好 大家都對他很熟悉 然後Petro相對之下 比較不太被台灣人所認知 但是這兩台車其實早在1951年 他們根本是系數同源 他們的老大老闆 老爸根本是同一個人 那就是美國的威力 就是我們熟悉的所謂的吉普 OK 然後他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美元 像對台灣美元一樣 他們對日本也是美元 然後這些科技下放給日本的車廠 Nissan也做威力 然後Toyota也做威力 各自發展發展到現在 才成為了Lancursor車系 跟Petro車系 這我覺得都非常有趣 值得好好來關注一下 既然剛才呢 正直有提到了 Nissan的Petro跟那個Lancursor的Prado 都是算是系數同源 那我們就帶大家好好來看一下 賀賀有名的Toyota Lancursor Prado 這台可以說是陸地的巡航艦 那比起剛才我們說的你上Petro 我問一個比較笨的問題 哪一個越野能力比較好 我跟你講 我直接告訴你 誰的越野能力比較好 我的越野能力比較好 沒有啦 車子是一個工具 其實還有很多的是來自於技巧 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以硬件配置來看的話 Petro的越野性 一定會比Lancursor還要好很多 不過Lancursor上一代 我已經也開了一段時間 也是在大陸開啊 因為這車在大陸非常的常見 原因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這應該算是新的小改款 2021年的小改款 你知道這一台車 剛剛鄭傑說到2051年威力汽車 對不對其實也可以 其實那時候他們做的車 他不叫做Lancursor Toyota做的叫做Jeep BJ 為什麼呢 因為威力汽車後來賣給Jeep 所以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用威力汽車 但是變Jeep之後呢 所以第一台Lancursor 其實他叫Toyota Jeep BJ 真正Lancursor的名字 是出現在1955年 其實算起來也超過一甲子了啦 所以這一台超過一甲子的車 在全世界賣了超過千萬台 在台灣可能沒那麼多屆 可是總代理也有引進喔 有 但是他的數量 畢竟是少數 算是少量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跟艾達講的 這是屬於一個什麼 純種的越野車 什麼叫純種越野車 他一定有所謂的分離式大梁 那你看連G car都改變 都背叛了 因為為了要舒適嗎 沒有 為了要賣很貴嘛 要上千萬 但是這一台呢 堅持原位嘛 他還是有所謂的這一個車架 分離式的 這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他在越野的時候 他完全所有承受力 都在於底盤上面 所以他的設計是什麼 卡車 貨車 就是這樣的設計 但是這個好處在哪裡 可能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用分離式大梁 他其實重心會拉高 你光看車高就知道 這已經兩米的車高 真的很高 他重心高有什麼好處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種車因為要拖翼 你底盤的重心低的話 如果你拖翼的話 會造成什麼 拖不動 你的重心反而要高 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皮卡跟這個 正統的這種越野車 他的重心要做高 我本來以為只是因為 進入角 離去角 穿越角 這是一個原因 這是為了越野 但是他要拖翼的話 他底盤的重心不能低 第二 越野來說的話 為什麼要高 第二是因為 他的吸氣的位置要高 剛剛說到沙漠之王嘛 對不對 這一台跟不得了了 為什麼 剛剛說過 大家有沒有聽過巴黎打卡 這台參賽 赫赫有名 為什麼呢 巴黎是都市 打卡是什麼 非洲沙漠嘛 所以他都市鄉村到沙漠 無所不能 但是在大概1960幾年 南極科考會用哪一台車 你到南極 零下負45度 風速每秒60公尺 秒速喔 下雪喔 沙漠之王 去那邊 會冒 水土不服 他用的就是PLOTO 就是這樣 所以極地 不論是極熱 極地 或是極熱 所以我現在就 60度-45度 相差將近100度 誰辦得了 瓜哥 再來喔 最深的這個地底採礦區 離地表下去1.5公里最濕 那到澳洲最乾的地方 只有5%的這一個濕度呢 這種車在哪裡可以看 問題是 我喜歡的 鞋子 我們可以看 這一次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